董妮娜 你出来一下 什么事 跟我过来一下 什么事 以后你离石言夫远点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记得昨晚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昨天 我说到了南京 给你做咸饭吃 是啊 怎么了 你现在就想做 告诉你件事吧 什么 董妮娜是不吃咸饭 因为咸饭里边有花生 董妮娜怕咸饭里边的花生 董妮娜小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 嗓子肿到老大差点没窒息了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吃花生 小娜 鞋饭做好了 这是剩下的花生 我最爱吃花生了 特别好吃 是吗 对了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这个怎么念 我看看 我特想知道 为什么过了十年 董妮娜反而可以吃花生 你能告诉我吗 万月飞 你还在怀疑我是吗 说对了我是在怀疑你 我不想理你 你回答我 你根本就不是董妮娜 你是日本人对吗 你利用军座十年来 没见过女儿的孤独和寂寞 很快就取得了她对你的信任 然后你就名正言顺地 成了将军府上的大小姐 有了这层身份 做什么都很容易 我知道 你这一路上都快被逼疯了 可你别把你的怨气 撒在我身上好吗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我一直在想 这一路上我无论怎么躲避敌人 怎么封锁消息 都会被别人找到 可是在杨阳殿你救了我 我就一直在想 我不能再怀疑你 可是你利用我们中国人的善良 欺骗了军座 也欺骗了我对你的感情 曼云飞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跟你说 你是日本间谍对吗 按照规矩 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边 你应该告诉我你的任务 是要把石研夫救走吗 说 马云飞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如果我不是董灵娜的话 我不会记得小师傅的事情 我也不会知道你的外号叫妙抗经 妙抗经怎么了 也许你知道的事情这么多 小妙 别怕 岳飞哥哥我们会死吗 不问 不问 你别怕 你喜欢什么 就一直想 这样你就不怕了 我喜欢水仙花 好 我以后天天给你买水仙花 你不要怕 我们不能同时生 死要死在一起 岳飞哥哥 别怕 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把你刻在这儿 就是为了你小时候 一句玩笑话 你的一句玩笑话 我记了一辈子 你可以不记得 但是我把它刻在心里了 这次我回国 我就是想回来找你 你却怀疑我 你对得起我的一片真心吗 小娜 你听我说 说什么 你只会怀疑我 你只会怀疑我对你的爱 你只会怀疑我是不是董灵娜 是不是一个日本女特务 是不是 那你告诉我花生是怎么回事 花生是怎么回事 啊 在日本 我生了一场大病 昏迷了好几天 那场病好了之后 我的青霉素和咸花生 都不再过敏了 从那以后 我生了一场大病 昏迷了好几天 我又可以吃我最爱吃的咸饭了 在日本大岛医院 有我的住院病例 不相信你可以去查 允飞 你可以怀疑我的一切 但是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 小娜 小娜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我错了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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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就是这样 好啊 好 找到了就好啊 现在要尽快安排专机 把特勤小组接回来 最后的路程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好 散会吧 是 是 通知他们 飞机由南京派 一定要切实加强戒备 从飞机到达和离开之前 不许任何人出入机场 认知蚊子都不行 死总 到金子那水里卖了什么药 什么药 就是让我们听他的呗 飞机由南京派 还指不定出什么事 不行 得想办法 把权力从他手里夺回来 你有办法吗 找蒋侯夫人 咱俩一块去 不行 您得高放重 您去 我年轻 人为言轻 好好好 走走走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呢 是把石研夫呢 安全押送到南京 交给特别军事法庭 勘押起来 但是现在 这莫名其妙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为了安全起点呢 我们想动用盟军的飞机 希望夫人能够出面 来协调一下 那好 等夫人回来 我马上告诉她 让夫人和他们打交道 好好好 那太好了 这我就放心了 老马 这飞机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上面有上面的计划 你急也没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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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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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芝莱监制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波不断 我觉得这里有蹊跷 而且是大蹊跷 特勤小组历尽了千辛万苦 总算到了乌虎 离南京只有一步之遥 军总 我觉得呢 是越接近尾声 变数会越大 对方会变本加厉的司机下手 万一在这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之际 再出点纰漏 当然是我的责任 但也有军作的责任 我怕到时候你我担当不起啊 所以呢 我就想了这么个上上策 就是让夫人过问此事 这样呢 既是天塌下来 也有个高个子撑着 您说呢 夫人过问这件事啊 不不不 是我报告给夫人的 这个命令是夫人亲自改的 夫人的意思是说呢 动用盟军的飞机更加万无一失 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我也不管你通过什么办法通的天 您藐视总督长 这个账 我给你记着 军作 只要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法庭 能够在南京如期开庭 我忠博人听候处置 绝无怨言 下不为例 是 你好 你好 我是押解日本战犯的特勤务组长 马云飞 史密斯 就是孟凡斌 你好 你好 我对你们中国的语言非常感兴趣 我们说汉语 我可以吃饭了吧 我饿了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我想问 晚上可以起飞吗 今天晚上不行 明天早上 那好吧 咱们先用餐吧 这边行 四座 我回来了 今天晚上能不能飞回来 这个老美飞行员 他说我今天飞了六个多小时了 我既不是苍蝇也不是蚊子 我不能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什么 你坐 别着急 我总算是磨破了嘴皮子 结果他答应明天一大早就去飞 明天早上飞回来怎么行 你算是40% 你你正在碰着 你不是 你那么准备了 只要你能想到的 我都能为你做 只要你想到的 他都可以为你做 想要什么 咖啡有吗 咖啡有吗 当然 你要什么样的咖啡 我们这里有上好的阑珊咖啡 他这有阑珊咖啡 你想尝尝吗 OK 就来杯咖啡吧 还有牛排 我要六成熟的 要两杯阑珊咖啡 一份牛排 要六成熟的 知道了 马上就好 没想到吧 这有阑珊咖啡 还有牛排吃 太好了 哈哈 来 今天晚上再把飞机好好检查一下 各位 辛苦了 东西在这儿 收好 是 去吧 好 嗯 嗯 嗯 看什么看 不是要跟你抢肉吃 替你试试有没有毒物 五分钟以后再吃 看你吓得还日本中将呢 这是什么破相机 日本货吧 你看焦脚都装不进去 你装反了 是董丽娜小姐吗 国防部董将军有电话找你 我去一下 快去快回 别捂了飞机啊 我知道 这边 老马 对她态度有变化吗 是我的疑心太重了 董丽娜没问题 老板 吃饭 好 请坐请坐 马上就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 是她爸爸董高桑有问题 来了 请慢用 谢谢 请慢用 慢用啊 谢谢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现在我都弄不明白了 反正你快起飞了 等到了南京 什么都会清楚的 吃饭 快点 311请保持航速 请保持航速 跑到一切正常 你可以降落 请 东小姐 请 谢谢 喂 小娜 这几天你受罪了 没有爸爸 爸爸一直在替你担心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走了之后 爸爸常常对着你妈妈的照片说话呀 我跟你妈妈说 现在世界上 我最亲近的人只剩下小娜了 不知道怎么了 这一阵子啊 我一直有点担心 我在想啊 我的小娜到了代嫁的年龄了 我也不知道她真会爱上谁 真要有一天小娜出嫁了 那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 早上好 哦 早上好 早 这是你的早餐 咱们 昨天晚上咖啡的味道怎么样啊 真正的兰山咖啡 好极了 对了 我怕到了美国以后 再也喝不到这种味道 帮我招蛮 請稍等 用不用在那边用餐 不用 就在这里 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走的这段日子啊 爸爸才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叫千长寡渡 心事难乱呢 爸爸 我知道了 我现在挺好的 我不跟你多说了 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好吗 孩子 这一路上太危险了 爸爸担心了 爸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飞机真的要起飞了 我要挂电话了 小娜 你挺好了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把任何危险的东西 带上飞机 好 还有 你要注意啊 不要让任何陌生的人上飞机 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人飞 知道了 还有你记住 我已经让他们为你们 准备好了降落伞 一人一副 降落伞 爸 准备降落伞干什么呀 小心一点好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这可不是儿戏 你别嫌爸爸啰嗦 爸爸老了 禁不住折腾了 你记住了 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 是不一样的 用的降落伞也有区别 如果万一出现意外 你一定要选用 散包上画圆圈的降落伞 别弄错了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爸爸 快点 就等你了 快点 怎么这么长时间 我爸老了 他啰里啰嗦的 快点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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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你教得好 干什么去啊 我喝杯水去 别乱跑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对十 要不要 对二 最后一张了 这 你这二十不偷的呀你 你小子运气不错呀 又赢了 来来来 洗牌洗牌洗牌 喝点水 谢谢 我想采访一下石烟夫 不太方便吧 可是到了南京之后 就更没机会采访他了 好吧 石烟夫 石烟夫 他要采访你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童年生活 你小时候是不是很调皮 你父亲经常打你吗 无可奉告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他不想提议他自己的童年 那他的童年肯定是在压抑呀 暴力中度过的 胡说八道 如果一个人的童年 缺少爱和温暖的话 长大以后 就会容易产生不安全感 一怒控制不住自己 是不是 石烟夫 我的童年充满了欢乐 石烟夫 你不用骗我 看到你的眉间 两条深深的皱纹 我就知道了 你的童年一定不会快乐的 我看看 是愁眉苦脸的 你问他这问题有意思吗 你灯在报纸上也没人看 真的 废话 有你在这儿捣乱 他能说实话吗 不是 你的意思全都赖我 会投着自己 这么多暮的 那他是否不在乱 你用烫的 你再生スね 难道 几分钟之后准备跳伞 下面接应吗 快点啊 小姐 我不打算把个人隐私 向任何人透露 我只有了解同年的你 才能解释现在的你 没有接应 但是绝不能到南京 卸下飞机再说 就赢了 小姐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再说一遍 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 我们怎么摆脱他们 他们有这么多人 这我都安排好了 一会儿舱门会自动打开 我们就跳伞 跳伞 记住 只有两个带圆圈的降落伞 我们俩一人一个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拖行以后要把监信名单交给你 我拿包园去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石研夫 你别太过分了 我只是想让读者了解 一个全面的你 一个客观的你 我希望你能够 他们爱怎么看我 就怎么看我 我不在乎 请你走开 你完全不可理喻 你知道吗 谁也不 不可分告 东小姐 你就别问他了 我看他是 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鹰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可读者希望看到的是 真实的报道 东 暴危平 这儿不关你的事 来 接着玩牌 好 哎 输了就想跑 坐下坐下 哎 条还没贴呢 来来来来 把条贴上来 来来来来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别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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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上贴上嘛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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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快到了 我先去准备降落伞 舱门一开 你就趁乱摆脱他们 拆访完了 是 他不会跟你说实话的 何间都输了好几盘了 你快去看看吧 何捷书是很正常的 他赢了才奇怪的 喝水吗 好啊 小娜 谢谢 刚才我一直在想 你老采访别人 接受过别人对你的采访吗 没有啊 来 小娜 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啊 小娜 马上 马上就要到南京了 到了南京 特勤小组就会解散了 你想没想过 什么 你以后怎么生活 有没有考虑过我们俩 马云飞 回答我我是认真的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小娜我觉得事实 马云飞你别闹了 我没闹你之后 马云飞你放开我 自从我看到你身上四星那天起 我就决定不再让你离开我 马云飞 这样会被别人看见的 回答我根本就这么难吗 马云飞 十六岁 对 来 拿住 拿住 抱住别撒手 到底怎么了 抓住 石颜风 抓住 抓住 石颜风 碰来 石颜风 石颜风 抓住了 石颜风 碰来 石颜风 抓住 石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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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住 抓住我 抓住 石颜风 抓住了 师父 你抓住我 抓住 拦住 抓住 抓住 师父 拉住苍白 师父 拉住苍白 抓住 快 师父 快拉住苍白 让你压一下 我倒霉一辈子 师父 拉住苍白 师父 拉住苍白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门怎么开了 是啊 我也奇怪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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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他身体一直都很好的 请下 卢亦平 老鲁 来了 来了 怎么了 快给人家摘一下 我看看 小弟 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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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二十零出事了 赶快联系二十零 二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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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请回答 老鲁 我把他弄开 弄开 你过来开飞机 快点 我不会 我不会开飞机 我不会 什么 我不会 我不会开飞机 我真的不会 那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真不怪我 是他让我来的 我只是他的女朋友 他说带我来东方 我来开手 我不会开飞机 你行吗 试试吧 我们是二十零 请回答我们 我们是二十零 组长 飞机走得厉害 我控制不住了 我们的情况很危险 我们的情况很危险 听到请回答 拉起来 拉起来 塔台 塔台 我们的战船中毒了 让他们确定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 我们是二十零 快点救援我们